無論你是在家辦公還是居家生活 已經在家躺了整整的兩週 本來沒有的下背疼痛跟肩頸痠痛都跑出來了嗎 今天我會教你四遭放鬆的方法 利用簡單的工具 緩解你長時間在家的身體痠痛 我也會在影片的最後 告訴你一些調整椅子 跟電腦高度的小技巧 幫你預防痠痛的產生 哈囉大家好 我是Julie教練 最近由於時機敏感 很多人被迫選擇居家辦公 但在肌膚沒有出門 活動量也大幅下降的狀況之下 你知道肌肉比平常更容易緊繃嗎 因為作者使我們的核心處於放鬆 脊椎長時間處於壓迫的狀態 下背疼痛就容易發生 再加上使用3C 肩膀一直是向前延伸的狀態 就是導致肩頸痠痛的圓胸 今天我會教大家 用簡單的放鬆工具 來減緩下背與肩頸的不適 今天我會使用泡棉滾筒 來帶大家操作 如果家中沒有滾筒 也可以使用按摩球或是網球來操作 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滾筒這個工具 市面上有各種不同材質的滾筒 平常如果沒有在放鬆 或是身體比較緊繃的人 可以先選擇我手上這種比較軟 而且平整的泡棉滾筒 那等一下我們把身體分成上下半身來看 我會先帶著你進行下半身的放鬆 來減緩下背的不適 因為下背疼痛產生的主因 是來自於作者的時候 股四頭肌中的骨直肌 及喀腰肌群 會呈現長時間縮短的狀態 核心又長時間處於放鬆 而且位於身體後方的臀大肌也會被拉長 緊繃的感覺就會往下背部延伸 所以第一個位置 我們先針對喀腰肌群 與骨四頭肌進行滾筒放鬆 讓前側肌群慢慢地恢復彈性 首先先趴在滾筒上 雙手手肘撐地 將滾筒放在其中一隻腳的大腿前側 另一隻腳膝蓋微彎 腳尖輕輕地對地施力 將滾筒從喀腰肌的位置開始 往膝蓋的方向移動 動作放慢保持呼吸 做完再換另外一隻腳 這邊特別提醒大家 一般在滾筒放鬆的時候 我們會以來回滾動15下為一個單位 但如果你是第一次做按壓 或按上去已經非常疼痛了 可以在痛點稍作停留 保持深呼吸即可 再來下半身 第二個要放鬆的位置是我們的臀大肌 把滾筒坐在你的屁股底下 稍微將身體側傾 在要放鬆的那邊的臀肌上 把要放鬆的那隻腳 翹在另外一側的大腿上 另外一隻腳腳踩地板 對地吃力保持小幅度的滾動 記得一樣要動作放慢保持呼吸 接著看到我們的上半身 造成肩頸痠痛的原因 是長期以圓肩的姿勢 使用電腦與手機 這時候肩膀前側附近肌群 包含胸大肌 胸小肌 擴背肌 二頭肌短頭縮短外 低頭這個動作也會導致上斜方肌 及整個上背部肌群的緊繃 肩頸痠痛就容易產生 所以第三個要放鬆的位置 就是擴背肌的內側加上胸肌 首先 側躺下來 將滾筒放在腋下附近的位置 將手往頭頂方向延伸 雙腳屈膝 將身體向前傾按壓到胸小肌 位置大約在嘎吱窩的前側 再往後傾按壓擴背肌 這裡我們會將滾筒固定不動 只需移動身體即可 注意頸椎要保持穩定 不會跟著前後移動的太多 第四個要放鬆的位置是上背部肌群 首先我們將雙手抱著脖子後側 雙手手肘靠近 將肩胛骨打開 再來將滾筒對準肩胛中線的位置躺下來 雙腳踩穩地面 將屁股抬到跟肩膀同高的位置 在肩胛骨的最上端接近腰椎的地方 進行來回的滾動 這裡注意核心要微微的處理 讓下背部保持一直線 跟著我進行完這四個部位的放鬆後 是不是感覺到身體舒展開來的呢 不過要注意的是 滾筒放鬆雖然能解決下背跟肩頸的不適 但姿勢的變換 更良好的脊椎排列才能預防痠痛的產生 所以這邊再教大家一個居家設定電腦高度的小撇步 讓你在居家辦公時 也能將身體排列維持在較理想的位置 如果桌子或椅子的高度可以調整 我們將桌椅的相對位置 調整到雙手自然垂放在桌上的時候 手肘呈現90度的狀態 這樣一來就可以讓肩關節前移的角度變少 再來是視線的高度 可以將電腦螢幕或筆電墊高 讓眼睛呈現平視的狀態 可以防止頸椎長時間的前影 導致肩頸的痠痛 最後也在這邊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放鬆完還是非常的不舒服 或是本來就有長期痠痛的困擾 還是要去尋求專業治療師的協助喔 今天教大家的四招放鬆你學會了嗎 如果有幫助到你就先幫我按個訂閱 支持一下我們 那我很好奇除了這集教的滾筒放鬆外 你還想學其他哪些的放鬆方法呢 A 其他部位的滾筒放鬆 B 按摩球 C 靜態伸展 D 訓練前的動態伸展 E 我沒再放鬆的啦 或者有其他的想法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也記得把這集分享給你 飽受腰痠背痛之苦的朋友 並且請點這裡訂閱一下 給我們一個讚 也歡迎你加入頻道會員 贊助我們做出更多豐富的內容 那就下次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